像我父母 我做过的事情 我一定要说一下 就是我父母呢 很喜欢 因为我小时候不怎么讲话 也不爱笑嘛 所以我父母就是 逢年过节啊 来艾比来 唱一首歌吧 就给一些叔叔阿姨 念首诗吧 长辈们听听你的表现 对 所以我发现 好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 反而会让我更加 讨厌社交 而且会更怕 是不是其实真的 父母或者大部分 有些父母的这样的做法 他们出发点是好的 是不是太激进了 对 是不是一个反应效果呢 就像我遇到有一些孩子 他就跟我抱怨 他说你知道吗 老师 我的妈每一次 有人来家的时候 就叫我去弹琴 我爱弹琴 可是他要我在人前表演 我就不爱 那这是什么歌星特质 我的确看到 比较属于冷静型 或者是这个忧郁型的孩子 他不爱表演的 跟热天行的话 他可能就很想吸引别人的注意 他没有要听他谈 他也会 他也很想在旁边 叮咚叮咚 来吸引你的注意力 有可能的 所以跟歌星特质 是不一样的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教育方程式 你好 我是小芬 你好 我是艾玉碧 话说回来 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们当广播员 就是很活泼 然后话很多 讲不停 对 讲不停 他们就说 你小时候一定是一个 很活泼的小朋友 然后很多小孩子 一定很喜欢跟你交友 这样子 好像有很多人 对我们广播员 有这样子的刻板印象 但是说真的 我小时候还蛮爱讲话的 然后我蛮容易交朋友的 然后甚至有好几次 被老师说 不要再讲话 你给我发赞 然后要不然 你就出去外面讲 这样子 你很坏 小时候原来 我不是坏 我是爱讲话 你话太多 会不会干扰到上课的进度 是啊 所以老师很讨厌我 不喜欢我 其实我跟你恰好相反 就是很多人看到 我就以为说 Ivy你一定是一个小时候 很刮躁的人 No 听不像 没有 我小时候是一个 非常安静的小朋友 然后我跟你不一样的 一个地方还有一点就是 没有小朋友 想要主动跟我来交朋友 是不是小时候太酷 我不知道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身高 因为我很小 我就还蛮高的 巨人巨人巨一 进击的巨人 是这样的意思吗 可是不管怎么样呢 其实这年头 很多的父母呢 应该说从古至今 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就是说 他们很专注在 小朋友的学习能力 对 一定要考A 对 然后最好成绩越好 越棒嘛 然后那一个你的学位啊 如果能够争取到越高的成就 当然是最棒的 可是社交能力的部分 就好像没有什么被讨论到 是真的 因为父母都觉得 社交能力反正以后长大 你就会交朋友 你就会主动开口 跟人家小朋友聊天什么的 所以就没有在 很小的时候就想说 我们要怎么去培养 一个小朋友的社交能力 所谓的social skills 对 那我们今天教育方程式呢 就有挺挺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还有 也要麻烦她 教我们一些小pepper 就让父母都可以吸收起来 然后回到家 教小朋友说 要怎么样 教朋友啦 还有要怎么样 可以跟陌生人沟通的 挺挺老师好 挺挺老师好 嗨 小方好 Ivy好 现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梁挺挺老师呢 本身是马来西亚注册和职 正心理辅导师 然后本身呢 也是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 毕业的教育辅导和资商的 硕士学位的一位 这个教育的专家啦 嗯 那首先呢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挺挺老师喔 什么样的孩子在 社交上会比较如鱼 如鱼得水的 他是有什么样的个性 或特质吗 是不是像小分小偷这样子 就话很贵 会被老师叮的那一种 会比较好的 一般上我们容易说 假如说这个孩子 社交能力比较强的话 一般上他都是比较外向的 容易跟人沟通 有很多小点子 那他当然 在某一个程度上就是 他不会太抗拒社交 他在社交的过程当中 他容易有愉悦的表现 那这一些都是 我们想要说的 是有利于社交的 这样子的一些个性特质 他比较容易表达自己 也不会过度自我 那另外我自己也观察到 假如有一些孩子 他容易对需要的人 伸出援手 他敏感于别人的需求 他觉得 那个人是比较安静的 比较内向 或者有需要帮忙的 他愿意去帮忙 这样的小孩也很受欢迎 对不对 甚至在老师的眼中 他就是老师的好帮手 非常的贴心 我想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特质 反过来假如我们问说 那哪一方面的孩子 怎么样的一些孩子 他容易就是 在社交上有一些挫折的话 我想在个性上 他应该就是比较内向 比较内应的 比较多 时候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 或者也比较敏感 但是他敏感 是more to negative的部分 OK 容易就是看人缺点 觉得不舒服的部分 甚至容易发脾气 或者说他容易 就是用很强烈的方式 去表达他的不满 这一些稍微留意 那很多时候 就会让他在社交上 容易让他碰钉子 但是老师 我发现像Ivy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他从小其实就是一个 不太多话的小孩子 就比较安静 比较安静 比较内向一点 但是他长到 他却变得非常的外向 非常的容易跟别人交调 就是打成一片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 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社交灯泡 突然间被开了 还是说 其实我小时候 本来就是属于外向的 只是因为有种种的一些原因 所以我就藏起来了 有这样的一个 内向与外向 有些时候他分 有一些是心底里头 他可能是比较忧郁在心 可是他外表 他还是可以是 外向乐天的 个性特质里头 像我在我的书里头 我分了四个 我写 有乐天型 冷静型 忧郁型 也有激静型 不同个性特质 就会有不同的 那个社交的模式 那基本上 像小芬他谈他的状况 他就可能稍微偏乐天 可是像我刚才说 有时候是内忧郁 外乐天 也有可能外忧郁 内乐天 对吧 我觉得我是内忧郁外乐天 跟你说 那我也很常说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他跟三个部分有关系 OK 三分之一左右 天生与生俱来的个性特质 另外的三分之一 就是父母原生家庭 的一个的影响 那另外的三分之一呢 就是后天 他的环境 他看了书 他参了朋友 然后他玩了游戏 或者是他的思维 受了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这些掺杂在一起 然后影响我们成为 怎么样的一个个体 所以与生俱来 大概就是占三分之一左右 OK 是占一个部分 但是他不是全部 所以像艾伟谈 小时候不是那么的善交际 不是很想要跟朋友 去交朋友了 可是成长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了一些的变化 其实我认同 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 我也不觉得 我是真的是 那么爱交朋友的 或者说在社交上 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 可是到了大学的时候 我环境改变了 OK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上课上的很开心 中学的时候 我不是这样 可是大学的时候 我有好大的一个转变 我周围有好多 我觉得很棒的朋友 然后我有很好的社团 我有很好的教会等等 那变成我在那个过程里头 我中学的时候 更容易让我在社交那里 有很大的一个跨越 我想这是有影响的 环境的影响 是 那老师其实有一些 父母就有发现 虽然你刚刚有讲到 一个人的外向或内向的个性 他其实是有与生俱来 对与生俱来 然后还有原生家庭 以及后天的环境 这些种种掺杂在一起 才会改变 那可能有一些父母 听到这里想说 可是我发现我的小朋友 三分之一 真的看起来好阴郁 然后很安静 就不善于一个人家讲话 那父母这个时候 可能要做一点什么 像我父母 我做过的事情 我一定要说一下 就是我父母很喜欢 因为我小时候不怎么讲话 也不爱笑 所以我父母就是逢年过节 来艾比来 唱一首歌吧 就给一些叔叔阿姨 念首诗吧 听听你的表现 对 所以我发现 好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 反而会让我更加讨厌社交 而且会更怕 所以是不是其实真的 父母或者大部分有些父母的 这样的做法 他们出发点是好的 是不是一个反效果呢 就像我遇到有一些孩子 他就跟我抱怨 他说你知道吗 老师 我的妈 每一次有人来家的时候 就叫我去弹琴 他不爱弹琴 可是他要我在人前表演 我就不爱 那这是什么个性特质 我的确看到 比较属于冷静型 或者是这个忧郁型的孩子 他不爱表演的 可是那天行的话 他可能就很想吸引别人的注意 没有要听他谈 他也会 他也很想在旁边 叮咚叮咚 来吸引你的注意力 有可能的 所以跟个性特质 是不一样的 那激进型呢 它是有目的性的 这个人是不是他要吸引的 那假如这不是他想要吸引的对象 他懒惰要管你 那假如是的话 他会目标导向 他会用他的方式 来达到目标 所以不同个性特质 真的是不同的那个 他我们讲不同的 battern 对 明白明白 所以不同的孩子 我鼓励就要用不同的方法 去引导他 那说到引导的部分 我想问一下老师 那父母应该要从小孩子 多小的时候 就要开始引导 或者开始去训练 他的这个社交技能呢 好 我的概念里头 对孩子的影响是越小越好 有人说还在强保中的孩子 你跟他 他都还不能够理解 不能够说话 你还跟他讲什么大道理 不 其实就是跟他一个互动 一个交流 父母的语言 父母的态度 对他很有影响啊 那在他逐渐开始要跟 可能是跟他开始是跟兄弟姐妹的接触 又或者是跟亲戚朋友 的一些的孩子接触 又或者举个例子 有道教会来 上主人学等等 他会接触到一些的孩子 那时候可能只不过三两岁 你都可以开始给他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交的概念 帮助他不是单单看别人的缺点 帮助他知道怎么样 有分寸 帮助他学习表达 都可以开始教 可是不硬性的就把我们那一套就放在这个只活在世上两年三年的小不点身上 那慢慢的他进入了幼儿期 就是我们讲的进入了幼儿园大概四岁到六岁左右 他就开始进入了他的学校的那个圈子里头 那在那个过程他应该就会开始面对不同的人际的状况 那时候就鼓励他多谈 像我孩子小的时候 我很爱听他讲他的朋友 那我很努力去背他不同的朋友的名字 然后慢慢的去让他知道跟这样子的朋友交往 你可能面对的难处是什么 优点是什么 那你可以怎样跟他互动 那有一些不高兴的东西 你要用什么方式表达 那我也去听他说 这些都是一些的方法 那有些时候 我们也慢慢的跟我们的孩子去分享我们自己的人际 我们跟哪一个朋友 我们用什么方式 但是总是记得 总是积极正面 我会很努力帮助我的孩子去接纳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的人 那个不同的人 我们接纳他的个性特质 不代表我一定喜欢 可是当他是这样的方式 跟我们交往互动的话 我们可以用怎样最好的方法应对 那就可以慢慢去探讨了 老师 你知道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的聚会当中 就是有一个朋友 他带了他的儿子出来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儿子 他儿子大概是中学 中四中五这样的一个年龄 因为我们都是大人 我们都是那一种 已经工作了很多年的成年人了 大姐姐 然后我就发现说 大姐姐大哥哥们 我就发现说 他的孩子呢 融入我们大人 好像还蛮有一个 有模有样的 包括然后后来 小大人的感觉 对 他不只是小大人 我甚至觉得他有一点点 sorry to say quit and quote 老陈 他有一个老灵魂 对 就老灵魂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 有一点为他感到 开心 还是担心 担心 因为会觉得说 他可能在他自己的 那个圈子里面 显得太突出 太成熟了 对 他为什么会这么轻易 就能够融入我们这些 这些叔叔阿姨们 圈子里面 他好像没有所谓的 这种小朋友的那种 童真 对对对 那种很童真的样子 这会不会就是跟家长 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 跟他沟通有关系呢 是 所以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我的概念 就是说 他真的是跟那三个因素 联合在一起导致的 有没有可能他 与生俱来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个体 也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 他的环境是 他跟公公爷爷婆婆奶奶 就相处在一起 他们的模式 他们对他的期待 又或者 他时常接触的这一个手机 我现在很喜欢看到一些的孩子 因为手机上有很多很成熟的小朋友 他们的谈吐 他们讲话的方式 还有他们的思维 对 就刚才你们说的 小大人的那种模式 那当他接触这个很多的时候 你说他会不会受影响 会啊 逐渐的 他就耳濡目染 就受了这样的影响 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我没有说他是绝对的坏了 每个状况都可以有他的优缺点的 只是稍微留意 有没有过度 有没有over over的这个部分 这个稍微留意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知道 这个度已经过了呢 老师 OK 有时候可以稍微去拿捏一下 做一些 观察一下 他跟其他孩子 有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OK 过度的话 就是一般的小孩 比较不会这样 那他比较不会 他又比较会那样的情况 第一 先是接纳他 然后再去调整一下 看到底是什么的影响 比较多 天生个性克制的那个部分 比较鼓励 是先接纳多的 OK 那假如是后天发现环境的那个影响 太大了 举个例子 就是过度的暴露在我们讲的 这个网络的视频当中的一些的影响 那稍微留意 要做一些的减少 调整 那假如是父母的期待 父母的方式 想办法去在这一块 也去给他做一些的帮助 明白 那婷婷老师 其实刚刚有讲到 如果说父母 想要开始培养小朋友的社交能力的话 当然是越小越好 可是 有一些父母可能会抱怨说 就小孩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 特别是像中学生时期 或者是大学生时期的时候 就想说 你不要管我 我有我自己的圈子 对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其实父母应该要怎么样 可以像他小时候一样 可以融入他的社交圈 可以跟他像以前这样谈心啊 聊聊 你家在学校怎么样啊 对 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这些父母的吗 好 从这个角度 有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课题 有时候是我们父母不适应 好 我家有两个小孩 两个都是上中学了 那这两个小朋友 小的时候跟我们的互动交流 一定是挺多的 到了 他开始有自己的世界 他开始爱在他的房间 为什么他喜欢有他自己的生活 那我们的方式是 我们都接纳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在接纳的这个工程当中 我自己也做了许多的心理调试 我开始就跟我先生说 你看他们开始长大了 他们对我们的依赖跟需求 就不像以往那样了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够完全取代他 跟他现在的朋友的关系 其实坦白说真的不大能够的 那我怎么去在当中拿捏平衡呢 我的方式是 我一接受他有他喜欢的朋友 他喜欢他自己私人的空间 他喜欢他这样子的一个圈子 可是呢 我就做到一个点就是 我会固定我孩子说 有一段时间是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举个例子 晚餐前或者午餐的时段 还是晚上又有一个时段 他们在做完他们自己的事情 至于我们有我们的那个互动 那在那个过程里头 我就会跟他们聊 聊他的朋友 我多听 我对他的世界多认识多了解 那里头就要注意的就是 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对话 我们是很多的 不见了吗 他跟我讲 朋友说你要小心 你是男生 他是女生 不要走这么近 要不然就是你是女生 他是男生 举个例子 然后马上就是很多的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还是说我们先听 听了之后 有想要告诉他的 告诉他 告诉他 他觉得妈妈 怎么你都跟我讲这些 我没有 还是什么 不要马上都去跟他做反对党 跟他反驳 有些时候 我最近我有一个想法是 不是只有孩子 想做父母的反对党 有时候父母也很想做 孩子的反对党 他讲A 我们就觉得A不好 一定要B的样子 他讲B的时候 我们又会觉得 其实C更好 那我们就会不好沟通 OK 就会造成代沟 明白 所以我有时候也花时间去了解我孩子爱的东西 不代表我认同 而是我进入他的世界 我融入他的世界 他很舒服跟我聊之后 我才有办法把更正确 更好的一个思维模式传递 传达给他 那至少目前我都觉得挺棒的 我孩子可以很自由很舒服 去跟我谈任何他面对的 不管是问题又好 科业上的又好 交友上的又好 我们都谈 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块了 那我想问老师了 像我的身边有一些朋友 他常常会跟我抱怨说 他发现他的孩子呢 除了不爱表现自己之外 他不爱就是跟大人聊天之外呢 他其实对同伴的朋友 他也很selective 他很选择性 然后他不是谁 他都会产开心房 原来他发现他的孩子 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不够自信 他觉得自己比别人 别的同龄的女生来的胖 然后不够漂亮之余 然后脸上长痘痘啊 或者是皮肤不够白啊 他就会觉得自卑 那对于有自卑的心态的小朋友 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 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父母应该怎么样来引导他们 是这个就可能出在那个自我形象 不够健康的那个部分了 看他是天生的敏感 还是后天 举个例子 家人或者朋友 有些时候父母未必这么做 可是他可能有他同住的 或者是关系很好的表哥表姐 或者是堂哥堂姐 又或者是他自己的兄弟姐妹 不断的拿他跟别人比较 或者讲很多男性的话 你真的很丑 你真的很胖 你怎么满脸都是痘痘 看到你就觉得很恐怖 讲了很多比较强烈的语言 我想都要去跟他做一些处理 有时候未必是去 特殊跟他讲这些话的人 而是帮助这个孩子去提升他内在 自我接纳的人力 今天好像我的情况我很爱问 我一些案主或者我一些的学生 我就会问他 这样子 我说你会喜欢跟一个很漂亮 但是心肠不好 有很多时候会有很多负面情绪 又或者很脾气很暴躁的人相处 还是你会喜欢跟一个他可能长得 就像他刚刚你描述的 长得不是很好看 很多人痘痘 但是他很和善 他内在里头有很多的平和感 他很愿意帮助别人 然后他很温和 然后你看他时常有笑容的等等 给他做一些的比较 那你问他你想要成为哪一个人 外表长相如何 是你一出事就决定的了 可是你往后 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世界 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行为等等 却是后天我们可以多做的部分 对吗 对对对 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可控制因素 而非不可控制因素 今天我眼睛多大个 我鼻子多高我嘴巴多大多小 我皮肤多白色 这一些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接纳的部分 那父母对孩子的肯定也重要 尤其举个例子 父亲对女儿的肯定重要的 父亲说爸爸喜欢你 爸爸觉得你长得挺好的 爸爸一流一流等等 这一些语言 会让这个孩子的底气打好 就好像爱你的爸爸 我们会鼓励 爸爸经常称赞我 对 爸爸经常给孩子满满的爱 对 所以我们小朋友也是走出去外面 总觉得自己是明星一样 然后我们会有些恶貌 好吗 很棒 其实我们就会鼓励 是这样子的一个亲者互动 像我给我孩子 我会肯定他们 可是同时我也会跟他们说 中庸之道 OK 我跟我孩子说 妈妈不要去宠坏你们 不要让你们放纵 也不会让你们过度自视过高等等 我们有什么 我会让你知道 可是不代表你都没有进步的空间 那我很小就灌输我孩子的概念就是 记得你是可以被要求的 请记得我们都是可以被要求的 今天我们绝对有不够好的部分 那如何帮助自己越来越好呢 或许那不是一朝一夕 但是你得有个概念 你愿意 这个意愿是重要的 这些都是我们在跟我们的孩子互动当中 可以给他有的概念 那当他越来越好的时候 就比较不担心 他的人记出状况 但有的孩子是广交 懒惰深交 优异性特质的孩子 他深交 像刚刚小芬提到的 就有一些孩子 就是他选朋友 他深交 但是他不爱广交 这是有一些是性格上的 那我不会去抢求 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 觉得舒服的 那个社交模式 是值得被注重的 包括我们的孩子 而且这年头 也不是说朋友越多越好 贵金不贵多 对 纵食不重量 知己好友 就是一两个 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 是 没错 那老师其实 还有一些父母 可能他私底下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会讲到说 我的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 可能个性就很泼辣 可能也很活泼 但是一旦在学校 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老师就说 一定要跟他谈 叫父母来见我 这小孩子就瞬间 你知道就整个很陡色 然后就躲在后面 就马上从老虎变成小猫咪了 那父母就想说 怎么他 就是他的个性 怎么反差那么大 想说可能希望小朋友 以后如果真的在学校 闯祸 或者是需要负责任的时候 他们也像是在家里面 这样这么自信的去面对 你有什么建议 可以给家长了吗 是 第一个我想说 我们还是头脑有个概念 看看我们的孩子几岁 今天假如我们的孩子是八岁的话 请记得他不过活在这世上八个年头而已 今天我们孩子十岁的话 请记得他不过活在这世上十个年头而已 大概就那几千个日子 无法要求他的应对 完完全全跟成人一模一样 好 那孩子面对陌生的 或者是老师 比较有威严 有权威的 对他接纳度 可能没那么像父母那么高的 那他的表现会没有像 对父母那样有什么奇怪 不奇怪 在家里他总是知道说 不管我怎么样 父母是都能够接纳我 都是可以接受我 都是疼我的 那他就可以随意去表现 那孩子泼辣 是不是就随意让他泼辣呢 我会建议 在当他举个例子 他跟父母讲话不礼貌 OK 那我们都认凭他这样的话 他会越来越不礼貌 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管教上 试测了 OK 那你问我不大认同 完全就认凭他 是这样子 不是 管教还是需要有的 那怎么样呢 语言 OK 威言当中 不一定要怒吼怒测 当我的孩子跟我说话 比较不礼貌的时候 我会静下来 我会跟他说 小朋友 让我知道你这样子的 跟妈妈讲话的方式 真的是恰当吗 他就算小 我也是会这样告诉他 不恰当 教了不代表他永远就会了 要有心理准备 他是可能重犯的 对不对 他可能到了初中的时候 他又也有这样子的 那个 pattern 像刚才说的 青少年都有时候 跟父母讲话 就是会比较这样子 还是可以提醒他 妈妈让你知道 妈妈觉得不舒服 因为你用的方式 很强烈 你用的语言 比较不礼貌 妈妈不喜欢 表达不喜欢 不一定都是指责而已 我想这都是一些的方法 青少年 因为需要我们很耐心的跟他沟通 像刚才提到的 青少年的世界 我们不容易走进去 需要怎么样 耐心 甚至请他们给我们机会走入他们的世界 跟孩子说 孩子说你都不了解我 我们就说 那妈妈要求你 她邀请你 给我机会去了解你好不好 那我做的 或者我的方式 你不舒服的 你让我知道好不好 我们还是可以好好说话的 不要去求他 好像讨好我们的孩子 怕了我们的孩子 没用的 他会看不起这样的父母 可是又不能够很威严 很威力 用我们的威权去压制他 我就是你爸 我就是你妈 你就是要听我 他也会跟你对抗 我想我们就是需要在这当中 一直去拿捏 如何让我们的孩子 觉得跟我们互动是舒服的 所以理性沟通就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我听到 婷婷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想法 就是你要跟你的小朋友 就是平行的 在同一个level聊天 然后跟站在他的立场 来体会他从这个年龄 他想的事情 他接触的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站在他的立场来 在他这个年龄来想事情 来思考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的大人会比较容易 进入他们的世界 他们也会觉得 爸爸妈妈了解我 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要什么 对不对 老师 是是 小峰整理的很棒 就是我们尝试站在他的眼光 看世界 然后也提升我们的语言 表达的能力 有时候我们是有善意在心中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表达善意 表达出来的都是一些 责备的语言 都是不满的语言 那我记得以前我的上师跟我谈过一个 他说努力让父母知道 不要让孩子觉得他们是很难被讨好的父母 明白这句话 我以前的上师 文采老师 他就是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一些的帮助跟提点 那他给我其中一个很好的概念 就是鼓励我们的父母 让我们的父母 不要成为一个很难被讨好的父母 就是孩子做什么 你都不满意的 孩子做什么 你都觉得他还有可以更好更好更好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会觉得很泄气 不被鼓励 不被肯定 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稍微去留意的部分 所以父母可能是年初开始呢 现在开始啊 我觉得与其一直去批评 一直去否定小朋友 不如从现在开始多一点点的鼓励 认同他 还有肯定他 像我爸这样的 对 赞美我 我的宝贝女儿 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对 你长得这么可爱 那你的男朋友也是很爱你吧 之类的 之类的 当然 多讲一些讨好另外一半 或者讨好小朋友的话 就是塑造爱的环境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婷婷老师刚刚也是有讲到 度也是很重要的 千万不要淫昧的 就讲太多了 不然小朋友也会飘 可以跟他讲很多正面的话 与此同时也让他也有能力 去看到现实社会 他需要有怎么样的一个能力 去应对就对了 OK 你是有好的部分 我们赞赏你好的部分 可是仍然有不够好的部分 就接下来的日子 继续去帮助自己提升 那就好了 其实这个星期 这星期六 就是我们疫情中的生命花园开始 我们很鼓励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们都可以上文桥的官网 达疫情中的生命花园 我们有伟国老师跟我一起去给这个课程 那相信都是一系列 对父母有帮助的这个管教系列 OK 对父母来说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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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你们 谢谢小分 爱咪 好 好 谢谢大家